先生 請問你站在旁邊當薪水小偷多久了 為什麼不說話 你是不是也有點矜持 5 4 3 2 1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歡迎來到2022 就在2021年的最後一天 台北市舉辦跨年晚會 這次晚會名稱叫做台北最嗨新年城 但到底是最嗨還是最尬 網友反應很直接 晚會才剛結束 網友就在PTT上 要大家來幫這次木曜室的主持大分數 毫無意外 0分 0分 還是0分 網友們的評論一致認為 正常晚會 露露一人就可以一肩扛起 只能說這個評論相當中肯 畢竟在台上露露自己都說了 9點鐘方向 有一個長得很像虎標萬金牛的老人 請問只有我有看到嗎 這位先生 請問你站在旁邊 當薪水小偷多久了 為什麼不說話 你是不是也有你主持費 哎唷 不好說這到底是舞台效果 還是吃了誠實豆沙包 但整場晚會主持會這麼尷尬 真的不是沒原因 本刊就接獲了晚會工作人員爆料 就在31號當天重要的彩排會議 露露在會前10分鐘就到場等待 但木曜室主持群直接晚了半小時 甚至一開始根本沒打算要參加會議 喜不喜歡 喜不喜歡 主持群當天到場流程不熟 功課沒做 甚至舞台上的訪問也是 坑坑坑坑 真的是讓工作人員看傻眼 不過沒關係啦 畢竟人家是做YouTuber的 這種現實世界的大型王會 無法預錄剪接的 本來就不是他們主場 在跨年晚會結束後 木曜室主持群看起來是不受這些評論影響 5號照樣聚會 當天12點不到 就在餐廳全員到齊 一路吃到快4點才上會 看來木曜室對於吃飯的認真程度 是比主持晚會還高很多 2022年才開始 木曜室新年有沒有新計畫我不確定 但新附屏 我確定是瘦很多